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音上不去 低音下不来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嘛 这 这还用说 不行 明镜这样要怎么赢得比赛 看来还是要我出马 我有一只小猫驴 我从来也不行 美丽 你在看什么啊 我在看婉儿跳舞的影片 还要我帮忙看看有没有哪里需要加强的 真的 我也要看 婉儿跳得很好哦 不愧是从小开始学的 婉儿跳得这么好 我要怎么赢她呢 有啦 这是我从小到大存的零用钱 我现在决定用这些钱 请你们做一件事 我希望 明天在儿童才艺大赛 大家可以把票投给我 这样 每个人就可以得到五十元的奖励 这是真的吗 只要把票投给你 就可以有五十元 当然是真的 我才不会骗人呢 可是 我们还没有看过你跟其他人的表演呢 怎么确定你就是最棒的呢 还把票投给你 还哟 这么简单就可以赚五十元 你不想吗 好像真的很划算耶 而且又没有损失 不然我加价 只要投给我 一人一百元 一百元 而且等一下就可以把钱带走 表示我并不是骗你们的 好啦 就这么说定了 大家明天记得一定要投给我哦 美丽 我们明天真的要投她吗 下一位四号妮妮 请掌声鼓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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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只小猫驴 我从来也不起 谢谢四号妮妮的精彩表演 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参赛者 五号婉儿 五号婉儿 请大家掌声鼓励 今天全部的表演到此结束 请各位参赛者上台 也请各位观众踊跃投票 选出今年度光明里的儿童才艺冠军 各位 快点来投给我哦 怎么样怎么样 我刚刚唱得还不错吧 大家果然都投给婉儿 没关系 还好我有准备 美丽他们人呢 怎么还不来投票 这里这里 快来投票 你们 等一下 先别走啊 妮妮 等一下 别走啊妮妮 我们要把钱还给你 你们为什么不帮我 如果觉得一百元太少 我可以给你们两百元啊 我不满力 还有很多钱 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了 我们把票投给你 不就是对其他人太不公平了吗 就是说啊 这是才艺比赛 本来就应该把票 投给我们觉得表现最好的人 不是吗 毕竟这不是买票比赛啊 买票比赛 我只是想赢而已啊 我们知道你想赢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票都投给你 你也赢了 真的会高兴吗 为什么不会高兴 我们投给你 是因为你给我们钱 而不是真正觉得你的表现最好啊 对啊 荣誉感不是可以用钱买到的 笑语人啦 唱这么难听 这样你能得冠军啊 大家的耳朵是怎么了 那既然投给他 他之所以会赢啊 是因为买票 那不是我的原因啊 我只是想赢 我知道错了 没关系啦 你报名参加表演比赛 就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好 真的很棒 是真的吗 对啊 你这次可能选到不适合的歌吧 下次好好选歌 一定会赢的 对啊 我们知道你已经很努力准备了 下次再努力吧 嗯 妮妮 哦 妮妮 要不是你要我一起参加才艺比赛 我也不会得冠军 所以我要跟你一起分享这个奖杯 啊 真的吗 对啊 我也要谢谢大家把票投给我 那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就再唱一首歌 庆祝你的冠军 我又已经想把雷花投来演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喜欢赢的感觉 甚至为了赢不择手段呢 可是用不光明不公平的方法 就算最后赢了比赛 也不是真正的胜利 真正的胜利和荣誉 是留给真正有实力不怕挑战 而不是花钱买票的人哦 会不會血传 会不会是就像我们大纏一样 好好的 就再唱一首 再唱一次 啊 好好的